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地质不同 地理迥异的大山深处 生长着形态各异的风味 飘散着酸甜苦辣的风味 传承着不同民族的风情 在四季轮转的更替里 在海拔高低不同中 这些大山里的风物 呈现出自然而然的生态与色彩 红的张扬 黑的深沉 白的洁净 黄的透亮 五颜六色的风物 让大山里的生活 有了依托和力量 一大早 云南省蓝仓拉护族自治县的哥纳寺 就早早来到村委会 递交完身份证 哥纳寺郑重地 在报名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就在昨天 哥纳寺收到村里的通知 五天后 省里的专家老师 将到村里 开展一次咖啡知识培训 这是哥纳寺期待已久的一场培训 因此格外重视 哥纳寺的故乡 云南省普尔市 蓝仓拉护族自治县 东回镇班历村 就是这个地处祖国西南边境的 拉护族山寨 班历村 是拉护族传统舞蹈 白舞的发源地 和重要传承基地 被称为拉护族白舞之乡 然而 云拉护族白舞一样丰富多彩的 还有这里悠久的咖啡种植历史 云南普尔地处低维度高原 季风气候区 雨热同济 气候湿润 光照充足 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除了普尔茶之外 小粒咖啡在普尔也散发着迷人的香气 颗粒均匀 味醇和 香气高 以浓而不苦 香而不裂 浓香醇和 且带有天然果味 而驰名海内外 普尔也因此享有中国咖啡之都的美誉 除了茶 小粒咖啡也是最让哥纳斯自豪的地方 1998年出生的哥纳斯 2021年大学毕业后 他放弃了在城市发展的机会 选择回到故乡 开启了颇有文艺范的左左咖啡屋 这让他和这间屋子都成为了寨子里的一桩新鲜事 在过去 人们只是将种植好的咖啡豆摘了就卖掉 从来没有人知道咖啡需要烘焙 更很少有人品尝过咖啡的味道 随着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的推进 班历村开始大变样 2019年起 《护滇写作》按照长期帮扶策略 依托班历村交通优势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 将班历村打造成为 极产力发展文化旅游等为一体的美丽乡村 为了把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当地政府大力发展咖啡产业 普尔小利咖啡也搭上了新时代的快车 左左咖啡屋应运而生 在此之前 政府已经安排哥纳寺 进行过很多次的咖啡知识培训 但是他总觉得还不够用 闲下来时 格纳寺总会拿着客人们赠送的 有关咖啡的书籍 坐在咖啡屋的长椅上 或是到村里的图书馆 学习更多与咖啡有关的知识 他想用这样的方式 努力让自己更加快速承担起来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更好地带领小伙伴们 了解咖啡 热爱咖啡 更好地推广家乡的咖啡 哥纳寺用在家门口创业的方式 带动了村里更多的年轻人 学习如何制作咖啡 通过互联网推广 左左咖啡屋吸引了众多游客 慕名前往 因为游客们提供了解当地民族风情的便利条件 更让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们 感受到城市的时尚气息 这间小小的咖啡屋 不再只是简单的休闲娱乐场所 更成为了小镇的一张影片 今天寨子里有一场演出 哥纳寺决定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他立刻回到店里 冲泡好咖啡 端去给游客们品尝 福尔小利咖啡 酸度高 但有明显的花果香气 口感中性 既不会太酸 也不会太苦 是真正意义上 属于香而不苦 浓而不裂的咖啡 因此也受到了游客们的热烈追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辛苦工作了一天的哥纳寺 热情地邀请朋友们 品鉴自己昨天刚刚烘焙好的咖啡豆 大家围坐在篝火旁 一边品尝着刚刚冲泡好的咖啡 一边纵情歌唱 哥纳寺也渐渐放松下来 享受着这惬意的时光 iplen ruichi 一边约消声 通知与新华 百花果皆чи 希望普通知与新华 日宝之心 大issimo 沙大活 Neil 林 菇 终于盼来省里的咖啡专家 格纳斯一大早就来到村委会 这又是一次技能和信心的提升 格纳斯和小伙伴们用心而陶醉 如果说普尔茶是普尔文化的底色 那么普尔咖啡则是点睛之笔 这里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咖啡豆生产基地 也逐步形成了即咖啡种植 生产 加工于一体的发展格局 而且近几年小利咖啡明扬海外 明天这边舞 inappropri poziась 决定ordo它的艺术 然后参妥的钱 你又看到深心 好像不是来光队 你都在 希冬蛋 Promt 在凌亚里老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人,一款风物,打开一座山的故事 在山水风物间,探寻传统中国民族文化 晒山川风物上大美山河 发掘风物之美,山河之美,人文之美,人心之美 让大山渲染生活,让风物传递幸福 这里是贵州省雷山县高庄村 村脚下一条不知名的小溪里 人们正忙着摸鱼 现在正是这条小溪的枯水期 这给白坐腾摸鱼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它们要摸的鱼名叫爬岩鱼 这种鱼最大不超过小拇指粗 大约长五厘米 喜欢栖息在小溪中 吸附于光滑岩石上 由于爬岩鱼体积小 而且经常藏在岩石底下 所以很难发现不易捕捉 爬岩鱼不仅是当地一种中国原生鱼类 也是苗族同胞用来制作鱼酱酸的最佳鱼种 爬岩鱼是鱼酱酸的奥妙所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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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爬岩鱼组成搭档 才成就了鱼酱酸的神奇鲜香 捕捉爬岩鱼可是个技术活儿 白作腾特地请妹妹来帮忙 智慧的苗祖先祖 发明了捕捉爬岩鱼的竹蜜楼 白作腾从小就跟父亲学会了这种技术 他用石头将溪流拦出斗状的小堤坝 在出水口安放好竹蜜楼 从上游用竹棍拍打水面或翻动岩石 爬岩鱼受到惊扰 自然会顺流而下 钻进竹面篓中成为梦中之鳖 收获满满之后 这些爬岩鱼将与新鲜的线椒 进行一场奇妙的味觉约会 白作腾所在的雷山县永乐镇高庄村 地处贵州省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 苗岭大山深处 境内风暖起伏 江河纵横 山清水秀 景象万千 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质地优异的独特风物 这些风物经过时间的沉淀 与苗族同胞的智慧结合 便成就了各种风味美食 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凯里 这座传统文化与现代浪潮高度融合的城市 更是汇集了苗族洞族等众多民族的各种特色美食 这里是石客们的天堂 在这里 一切的美食灵魂都离不开鱼酱酸 鱼酱酸是苗岭山脉 雷公山一带的苗族同胞 在长期生活中研制出的一种传统美食 这是中国人的饮食智慧 苗岭山脉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部 日夜温差大 湿度高 当地人自古以来就有借吃辣椒来驱寒暖身的习惯 每年秋季 家家户户的苗族人都会为制作鱼酱酸做准备 并且代代相传 延续之间 作为鱼酱酸飞移传承人的白作糖 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首先将爬岩鱼全部去除内脏 洗净剁碎 然后再把准备好的红椒切碎 配上姜蒜后 与适量的盐和甜酒一起倒进泡菜潭里充分搅拌 然后用清水封存潭口 放置到阴凉处进行发酵 发酵过程中 还加入了香和诺酿制的米酒 使得鱼酱酸的风味独特 味道鲜美 2013年 白作藤怀揣梦想 只身来到凯里 开启了他的创业之旅 信心的来源 正是来自于大山里的传统美食 鱼酱酸 白作藤从一潭地道的鱼酱酸起家 如今他又回到故乡雷山县 带着乡亲们 把鱼酱酸做成产业 做成品牌 让鱼酱酸这道传统美食 走出大山 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一年一度的苗年到了 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气氛里 煮上一锅地道的鱼酱酸汤 在节日的糖桌宴里 品味着这些来自山野的美味 奔向幸福而美好的新生活 一个人 一款风物 打开一座山的故事 在山水风物间 探寻传统中国民族文化 晒山川风物上大美山河 发掘风物之美 山河之美 人文之美 人心之美 让大山渲染生活 让风物传递幸福 内蒙古西林郭勒蒙 正兰旗的乌赫尔沁敖堡山 是正兰旗的最高峰 海拔1673米 像一座巨人 俯瞰着这片金莲川草 每年的纳拿木盛会 如期在这里举行 男女老少乘车骑马 穿着节日盛装 不顾路途遥远 都来参加比赛和观光 纳达木大会 又是农牧物资交易会 除了工业和农副产品外 还有极具蒙古族特色的 各种奶制品 身着民族服装的蒙古族妇女 端着各种奶制品 款待着四面八方的游客 这是收获的季节 蒙古族同胞用这种方式 祈福健康 幸福 吉祥 世界文化遗产 原上多遗址 就坐落在金莲川草原之上 历史悠久的都城遗址 见证着草原的悠悠岁月 也见证着人们的欢乐 特色的欢庆方式 浓郁的民族文化 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 国家级茶干伊德 制作机代表性传承人 桃高的传统奶豆腐 尤其引人关注 蒙古族同胞把各种奶制品称之为 茶干伊德 奶豆腐 是制作最为独特 也是最受欢迎的一种 这是蒙古族同胞 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 为适应四季变化特点 而逐步形成 和发展起来的一种隐世文化 七月像一条分割线 把一年的时光一分为二 这个季节 也是正南齐一年中最美的季节 不仅拥有一丝清凉 万丈辽阔 还享有幽远 诗意和美丽 这是一个诗和远方并存的地方 这个季节 也是水草丰美 牛羊成群的季节 牛羊飙肥体壮 这也是桃高收获的时刻 作为国家级记忆传承人 他一定要抓住机会 汲取最新鲜 最优质的牛乳 这是制作优质奶豆腐的关键 今天他还肩负着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要去给孩子们 现场制作奶豆腐 奶豆腐可以用牛奶 羊奶 麻奶等新鲜乳皮 经凝固 发酵而成 色则成白色或乳白色 形状类似普通豆腐 也因此而得名 陶高四岁就开始和家人学习做奶豆腐 已经年纪六十的他 做了一辈子奶豆腐 也掌握了一套精湛的奶豆腐制作技艺 先把鲜奶发酵 使其变酸后倒入锅里熬煮 当奶浆或者奶渣凝结成块 变得像老豆腐时 用纱布把多余的水分过滤掉 留下成块部分放在锅里用文火煮 边煮边搅 直到成粘糊状 这时就可以装模压制成形 火放在木盘中 以备切块或者直接食用 十斤牛奶才可以做一斤奶豆腐 奶豆腐是牛奶的精华 蛋白质含量高达26% 奶豆腐味道酸酸甜甜 乳香浓郁 口感软糯 入口甘甜 老少皆宜 深受人们的喜爱 蒙古包里 陶糕带着制作好的奶豆腐 一边给孩子们介绍制作流程及方法 一边展示着制作奶制品的各种器具 材料以及传统奶豆腐的历史文化 蒙古族同胞以白为尊 把白色视为结 真 纯的象征 制白石为高贵吉祥之物 每当手艺人开始做奶石 草原上便连风种都阴晕着淡淡的奶香 悄悄地随微风 随歌声 飘进游人的心中 感谢观看 这是绿东白春红秋黄 都是一次真正的酸甜苦辣 甜饮飘香 这是对自然的致敬 对生命的赞美 对生活的期盼 当春风再次吹起 无论是大山里的多彩丰物 还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 都将更加努力 汇救乡村振兴新画卷 让家乡更美 更富 更宜居 让弥漫着时代光辉的精彩故事 永久流传 是 是 是 跟迥哥的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